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1名的大学部和专科部的学生毕业 各路嘉宾齐聚一堂 整个会场喜气洋洋 请看报道 6月9日下午4点 新亚国际大学RUC成功举办了2023年的毕业典礼 今年共有141位毕业生 其中大学部有59人 人文职业学院专科有82人 本届RUC毕业典礼邀请到几位重要的致辞嘉宾 包括国家副总理 教育部副部长 美国大使馆代表 还有一些外交使节参与 首先致辞的国家副总理是一位年轻的代表 他曾是John Clark教授在吉尔吉斯第一所大学 Corksameric University的学生 他的演讲充满新鲜活泼的思维 接着是副教育部长 他曾是校务长卡米拉过去的同僚 也带来了精彩的致辞 托克马克新市长也力临现场 虽然没有上台致辞 但也表达了对毕业生的祝贺 之后从美国来的朱医生代表RUC董事会 和支柱机构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给予在场的毕业生勉励 朱医生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 大家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是141位毕业生的颁证仪式 在90多度的列扬下 校长John普世丰盛总部代表红牧师 和HTC校长Valerie加速轮番 为每位毕业生颁发证书 并合影留念 感谢主 现场四五百位毕业生 都保持了良好的状态 气氛高昂 他们面对面眼神交流 每位走上领证合影的青年男女 来自不同的民族 他们充满自信和骄傲 非常感恩上帝给予普世丰盛生命中心 和伙伴们能够参与这群年轻人 进入社会的最后一战 并为他们将来转化国家不同层面 提供了栽培的机会 校长敲响了四声中声 象征着四年大学教育的结束 紧接着又来自首都的表演团体 表演了民族歌舞 甚至还有高雅的歌剧 提升了小城的文化氛围 最后的亮点 是由六人抬进场的重达 150公斤的长方形祝贺蛋糕 这个由托克马克本地制作的创意 令首次参加的外交史节目大为惊奇 为新亚国际大学的毕业典礼 顺利完成来感恩 求神继续带领这群 刚刚进入社会的学子们 能秉持在学校所学到的各种学识 和基督教的价值观 为吉尔吉斯国家贡献出他们的才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